大家好,我是萨蒋 我因為人生突然發生了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消失了半年以上 簡單來說,我得了一個致命疾病 肚子開到了 被說在晚一天就沒有命了等等 會詳細再說明 那我現在坐在這邊拍影片 真的是可以說是奇蹟 其實至今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我接下來要跟大家說的故事 是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交代我到底發生了什麼 為什麼消失這麼久 那我開到住院了整整一個月 住院中、出院後都發生很多事 那我不知道我現在拍這個影片到時候會是什麼時候發布 但是你在我頻道上看到的 不管是這個影片之前還是之後的影片 應該都是我很久以前就拍了的 然後因為我真的好幾個月沒有身體也沒有心情拍片了 那我現在已經出院半年了 但是我的情況並不是出院了就沒事 變成是一輩子的恐懼 像不定時炸彈一樣隨時都有可能在復發 而且我的疾病狀況被說復發率是極度高的 現在就每天活在恐懼當中 我出院之後身體狀況白出也變得很奇怪 也常在高燒不退 所以即使出院了之後也都握躺在床上 什麼事都不能做 也不想做任何事情已經半年了 那我想要盡量完整的講我這一次的切身之痛 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經歷來告訴大家健康有多重要 平時自己以為自己有理解這一點 但其實根本沒有 直到我生這麼嚴重的病才領悟到沒有了健康真的什麼都沒有了的那種絕望 那但再詳細說明這個來龍去脈之前想要先道歉 因為我是8月的時候突然病發 所以從那個時候一切的日文教學日文課都被迫暫停了 那對我的學生真的很抱歉 那包括我的日文語音教學Telegram 原本每天更新也都暫停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然後本來並發前在規劃製作日文線上課程 也很多人跟我說很期待我的課程 就因為事情突然這樣子就還沒有完成 然後還有原本為了想要推廣台灣的美到全世界 預計要在夏天的時候出版介紹台灣離島 結合日文教學的電子書 都慶這句澎湖拍攝不完照片了 書的內容也幾乎都要寫好了 就差那麼一點要出版 結果就一住院整個夏天就過完了 但是如果這個影片被公開了 應該就是我有調整好自己要重新再出發了 那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關注我的消息 這次我真的謝謝大家 出院後的半年我什麼事都沒有做 只有在努力維持自己的生命跡象 那剛剛說的事情還有很多其他原本在做的事 就全部暫停 就其實我每天真的都很糾結 我就算一切頂擺了 但也沒有一天忘記過那些自己還沒有完成的事情 每天想到每天都很焦慮 你覺得我應該也趕快要去做我的事情 但因為身體生病心理也就跟著生病了 就可是沒有身體沒有信心做任何事 自己就很痛苦 那我當初被醫護人員說我的情況真的很不一定 但是殘肢百分之百會沾臉的非常厲害 那雖然真的很不希望 但真的非常高的機率會再復發 或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有可能一週後一個月後或一年十年二十年再復發 那我會想到如果我下一次再復發 會像這一次一樣這麼幸運得久嗎 那我會不會有什麼萬一就比我媽媽早 或是變成白髮送貼髮很不肖 那平時也沒有什麼機會 以防萬一來不及說我現在這邊跟媽媽說 謝謝從小一個人把我帶走 那看看別人或許會覺得我不要想太多 但因為我的情況被說是非常罕見的例子 那聽說還是全人口3%才會得的例子 因為都這麼低的機率發生在自己身上了 那我本人真的有點很難不想這麼多 大家不好意思照播一下我是剛剛的影片 又再過了半年等於出院一年的 2021年9月的三獎 那我本來下定決心要拍交代影片 但實在是那時候心情太不好了 所以我講完我的心情根本還沒有交代來龍去脈 後來就拍不下去 之後就再也沒有拿起相機 就一直沒心情直到現在的9月 又重新再振作現在在拍影片這樣 那等等會再詳細說明我的致命疾病是父母炎 可是我的情況又更複雜很嚴重 所以本來因為父母炎開刀住院了一個月 結果又因為住院住太久 又因此引發新的免疫疾病被開啟 有很多可怕的症狀 然後今年7月打了疫苗之後 又發生疑似血栓的反應 所以整個事情一直一直接踵而來 真的是讓我招架不住 所以剛剛影片當中半年前的我一直身體不舒服 但是還不知道之後還會發生這麼多事情 那所以我一直在調整我自己的心情心態 那結果不知不覺 就現在已經出院後已經過了一年了 那我本來有想說我全部重新拍 半年前拍的那個就都不要用了 因為當時也沒有拍完 但想說這也是我實際經歷很多痛苦之後很真實的一面 我想說把我這一年實際發生的事情 我的情況感受都真實的給大家看 是不是也可以讓大家更多注意自己的健康 不要像我一樣 還有就是大家自己所愛的人 身旁的人啊 也都希望不要像我一樣 那我真的忍真的就完全是個廢人 在我現在又拿起相機之前 在今年的6月4號 我有先發臉書跟IG簡單交代發生的事情 那其實我一直一直都很想要回歸正常的心態生活 去趕快付出 但是我就一直辦不到 所以終於在6月4號的時候有動力發文了 可是之後6月13號又出現一下下又消失 後來又出現一下就一直反覆 真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然後7月打疫苗後整個8月 我又陷入憂鬱又消失了一個月 那我的消失是那種連我身旁的親朋好友 都完全沒辦法聯絡的那種 那我真的真的真心希望大家不要跟我一樣 也真的有很多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跟交代 那今天就先麻煩大家繼續看一下這一年中過去的我的樣子 真實的樣子 希望可以感受一下生病之後 如何影響身心極垮回掉一個人的那種感覺 希望大家可以當作警惕 然後也更重視自己還有身旁人的健康 歷經這麼多可怕的事情 現在覺得好像什麼事都有可能會發生 那所以直到出院後好幾個月都一直關在家 我還是過得很痛苦 不管是身體的疼痛還是心靈上 因為出院後好幾個月肚子常常很痛 有很奇怪的感覺又一直發高燒 都治不好吐很久然後變成超級嚴重的失眠 常常早上八九點都還睡不著 那我就變得很恐懼自己心情不好 但也不敢跟任何人說 現在每天把自己關在房間 也變得很害怕與人相處 真的變得很自閉 那配人還有朋友也都很擔心我了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再說我的心境 一直說我一些負面的話 那家人的話 越是親近的人越不會發現你的異狀 可能我也怕家人擔心就裝沒事 那我覺得我好像只能用時間來解決我心靈上的障礙 我也不知道我還要這樣子多久 這輩子就真的沒有這麼自閉過 那2020年我真的發生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就算之前被小粉紅攻擊讓我憂鬱好一陣子 但起碼我還有能力跟朋友訴苦 朋友的關係 我都還能夠回復與人接觸 但這一次我知道我怎麼幸運奇蹟式的獲救 但就還這樣想真的很不應該 但是昨天後 我真的沒有活力活著 就懷疑這一輩子的人生從小吃這麼多苦 到底這麼多事情努力這一輩子是為了什麼 就是用健康患然的 那開始想我以前的努力是不是都不值得 就沒有意義 那為什麼現在我還要活著之類的 就真的很負面 那出院的時候我有跟朋友報告 但出院之後到目前半年 我都完全沒有跟任何人聯絡 就像人間針法一樣 我身旁的朋友都很擔心我 我也一直想回他們 但是我狀況一直很不好 我想到我是不是明天就會死掉 我就真的無法跟任何人接觸聯絡 那我會一直發抖恐慌 人生真的從來沒有這樣過 自己也覺得現在好像心裡生病得很嚴重 就是整個身心的狀況很絕望的那種感覺 所以也不敢打開臉書 IG YouTube 甚至是我自己的LINE 還是電視 就是完全不敢接觸外界的任何消息 真的覺得自己的靈魂像被掏空一樣 以前的事情 就擱置很久 完全沒有心情做任何事 上信以下就覺得很累 就是自己應該是很堅強的 怎麼變得突然這麼脆弱 那甚至朋友關心的對電話 因為我接起來一定會哭 所以我就都不敢接 然後我沒有跟任何人聯絡 我就這樣子從我的朋友面前消失 失聯 搞事就很久 那對關心我的人真的很抱歉 老實說我拍這部影片 也需要我非常大的勇氣 因為要面對觀眾 也要面對身旁的親朋好友 面對自己的升級 面對接受已經發生的事實 但自己也知道 不能一直這樣從現實逃避下去 要振作起來 唉 唉 唉